小腕拿下的一块水翻沙的料子 今天晚上咱就给它开了 直接玩个大爆 开什么玩什么 我今天晚上有龙虾吃 这个就是玩大爆的料子了 因为这个料子是有机会出冰春的 如果它真的出了冰春 那就是大爆的料子了 今天晚上就是龙虾走起 但是开垮了 那就是在家里面吃泡面了 那小丽跟大家讲一下 水翻沙的料子的话 都是打灯水长一灯爆的 那对于这种一灯爆的料子 肿嫩也是一灯爆 肿老也是一灯爆 那如何区分它的肿老与肿嫩呢 这是很多粉丝都不懂的问题 今天小丽就用一分钟来教大家 区分肿老与肿嫩 我们先看看我手上的这块料子 首先我们要看皮壳 第一就是肠口要正 皮壳要紧实要够老 你看像这种的话 它就是从沙皮上就能够明显地看到 皮壳是很老的 你看沙细沙匀 而且有点翘壳层 如果说肿内的话 它的皮壳就不会这样的紧 皮壳它就会属于比较松散的 我们讲的就是我们挖矿的时候 头层一二层矿 挖出来它就是那种皮壳 抛抛的那种感觉 松散的 它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紧密程度 其次最关键的就是压灯来区分 压灯的话就是看它的一个光感了 从老的料子我们压灯下来 一蹬下去它是熄光的 而且它这个光圈很清澈很精确 你看像 然后你看这个料子 它的春味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它就是有淡淡的这个冰锤 你看整个料子走灯不变种 水长归水长 你看它的这种空度就很好 灵光感很好 你看走到这边来 所以这个料子它就是种老 很好的一个种老的表现 如果说种嫩的料子 我们一蹬下去 它是不会呈现这样的熄光感的 种嫩我们压灯的话 它就是沉闷光线柔弱 而且它的光圈是长短过一的 看起来是很不舒服 第一感觉就是一蹬下去 它是炸光的 像这种你看 一蹬下去它不炸光 它就是熄光的 你这么一说 我的龙虾今天是有着落了 翡翠翠翠翠它终究还是有博性的 知道吧 我们作为皮壳打登的这些参考的话 也是属于基础参考啊 但是更多的还是实战 实战才能出真名 所以我们现在去开 万一全是棉垮了呢 我们先看看它这个 飘花肿的这个地方怎么样 先看看肿水 然后再决定它那个紫的地方 发黑发黑了 肉质发黑啊 这种地方它就是带飘花的呢 你看这一蹬下去它就是很黑啊 其实这个花色的话也是进去了 来 太大了 哇 自然光就能够看出这种粉炊的效果 看到吗 肿很到位 胶感好啊 上灯起来看看效果 你看你家对下来是不是很漂亮 淡淡的粉春 春彩的效果啊 这边有一点底色 这边这个粉春很漂亮啊 胶感十足 你看这边的话是有点色滑的位置 因为它整个料子已经不变了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开太大 这个料子因为它总够好 所以它这个春是淡淡的一点春味啊 来 我们看看我旁边的这一块啊 这一块的话就是也是刚刚开出来的一块 这种就是铁子腰子的东西吧 知道这个为什么那么直吗 因为它这个肿它就倒不了冰肿 这个它就属于糯肿知道吧 糯肿的东西你看 颜色就很紫很紫 这也是我们说的色压肿 这一小块真的是看得桃花印都来了 太漂亮了 这种品质如果说总再高一点到冰肿的话 那就是百万级别的东西了 糟鱼之心的品质 冰子的效果 所以这块料子当然这种子也是很少就很少见的啊 那看看咱们开的这一块 这一块开出这样的品质也是算大涨了啊 所以这个它就淡淡的粉春色 它不叫紫 就是挂一点点淡淡的 如果我们出货以后 做厚妆一点的皮修啊 大袍厚一点的 它的色也是能够呈现出来的哈 现在的话就是整个大面都已经开了 因为大哥的话也是开了十多块料子 他都是拿去收藏的 所以我们不考虑切 如果这个料子下一步切的话 手镯位也是有机会去剥的 这种品质的手镯出来一条 那肯定是中万起步的 那你说有没有玩家 这种的话一时就废物了 龙虾有着落了 现在你玩了 改天吧 好